由钟汉良和谭松玉联合主演的古装剧《锦心四玉》现在正在热播之中 这部曲改编自小说《庶女攻略》是很具有人气的一本小说 谭松玉饰演的十一娘自此加入活府之后就处处受排挤 还被窃室桥连房压在头上 但是十一娘本就是为了找杀害母亲的凶手才嫁给许玲仪 本对掌家之权无心自然也就不在意 但现在许玲仪仅仅喜欢上十一娘 知道十一娘并非是和园妞一样的人 慢慢对她感官很大 还喜欢逗逗她 简直就是跟高恋爱一样 后来十一娘和许玲仪慢慢相知相爱 最后二人终于圆房 这些截也看出了许玲仪对圆房这件事的努力 十一娘也怀有身孕 但是按照小说中的情节 十一娘在生产时难产 情况很危险 孩子已经足月 但是却迟迟生不下来 车掌汤药喝了也没用 后来吻婆给了两个建议 就是可以将孩子揉下来 但孩子活着的几率很小 再有就是用茧子 这样十一娘就一定活不下去 许玲仪本来就子翠不多 这个嫡子对她来说很重要 十一娘在这种角色之下 依然要保孩子 按理来说男人是不能进产房的 但这一次许玲仪不仅陪伴十一娘 还说让吻婆来揉 在一旁一直陪着十一娘生产 最后结局是好的 孩子和十一娘都活了下来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